好,首先歡迎大家打風鼓勵 參場,特別多謝詠欣,Dorofy 新生平台這三年,特別起初的時候 都遇到很多困難,Dorofy一直都力撐 Dorofy很感激,Dorofy很踏實 很Solid,不說多費,或也不說高大風的話 但可以幫到手就盡力幫忙 在關鍵時多次出手幫忙 甚至有Dorofy老師跟我的觀點 不一定同意我的觀點 同時Dorofy我看到你真的很願意撐 新生平台,所以都借這個機會 感謝詠欣,Dorofy,謝謝 為我來說,新生平導師創業 是一個很好的修憾 因為創業的過程中 會遇到很多很多困難 修身的困難,宣傳的困難,口碑的困難 你如果一定會被人投訴 又有人捧到你上天 神化你,崇拜你,暗戀你,愛上你 又有人唱衰你,說你怎樣 各種情況都會出現 所有的挑戰,所有的困難 我自己覺得,都是去到最關鍵的位置 就是我有多介意別人的目光 我有多介意別人喜歡我 或者不喜歡我 到最後就是,我有多接納我自己 我自我價值擺在哪裏 所以如果你真的願意被自己去修行的話 其實做導師,特別創業 是一個很好的道場,很好的台階 所以為我來說,我覺得導師其實是一個雙人 他既可以成佛,亦可以成魔 因為過程中,有很多人會吹捧你 很多學生會覺得,很厲害啊 你改變了我一生啊 然後你又會聽到很多人說 垃圾,扮東西,虛偽,好假 即是,同時會發生 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我要檢視我自己 我真正的intention,我真正的出發點 我基於什麼做這個行業呢 因為很容易自己都 就是carry away,自己都 捲了進去這一個船果裏面 一是以為自己很厲害 一是覺得自己都是一平時 講一套做一套 我很想用我過去這十年 生一個很深刻,很難忘的經歷 或者很難忘的挫敗 跟大家去分享 我在這個身心靈的路上學到什麼 第一個我想說就是 11年前,創辦自在社 當時我沒有經驗,沒有這方面的資歷 沒有錢,沒有團隊 所以完全是轉行的 因為以前是搞書佬來的 我第一次學習做導師 因為上任的課程覺得很棒 我自己人生又遇到很多問題 我讓自己慢慢去學習 所以當時創業的時候 是非常之困難 也遇到很多很多的挫敗 有好幾次很認真想 不要再做 因為完全不可以 各方面都不可以 其中一個我很慘痛的挫敗 就是當時我將 本來是我的個人讀資的字 例如是Social Practition 我將它轉成charity 我深集了很久 為了自己一個更大的夢想 將它轉成charity 做了一個決定的時候 令我感覺非常之良老 覺得自己很棒 做了一些很偉大的東西 很有意義 然後我就學做leader 我之後選這個董事局的主席 是很重要的 這個董事局操心殺大權的 他可以解僱我的 所以我覺得自己很用心 選了一個很欣賞的男子 很有才能 很有才華 很有leadership 很有夢想 無私的貢獻 於是很誠懇地和他溝通 我很欣賞你 我很需要你的支持 你可以成為我們董事局的主席 是沒有錢的 是義務的 未來幾年成了自己寫 就交給你 他聽完之後都哭了 哇塞好感動 好愛你 於是我們很激動 就創辦了這個次戰團體 我就很開心 如是姐 我們談了很久 我很關心他 很支持他 我都一定要關心他 一定要支持他 跟他談了很多 終於我們放了個團隊 董事局籌委會成立 我們開了幾次會 我很滿意 你守則方向 定位的夢想 定完之後 終於我就正式向幾百個 自由社的成員宣佈 我們成為了 次戰團體 而且這個董事局主席 就是這位 這麼正的宣傳 這樣寫完他的email 出去之後 兩天之後 他一天打電話給我 華山 我辭職 我不做了 我一場 很感謝 完全不能接受 我們震盪到 我一場覺得 unbelieveable 第一 我對你更好 我這麼關心你 你都找到這麼大的價錢 哇 昨天才聽到的email幾百天 宣佈一個大喜相 好像是 宣佈結婚就要離婚了 你現在跟我說 你辭職 你不是懷恨我嗎 我好像又排了 哇 發生什麼事 他一種沉重 他一種堅決 令我好不安 我再問他才說 他就跟華山 對不起 其實跟你做事 很大壓力 OK Good morning 你轉數就快 你說話就快 你想完就要我做 你說完就馬上做 跟你其實很大壓力 你很好 你沒有做錯 我很好 我為你多謝你 但我真的給他不信 對不起 對不起 我只是想哭 我看見現在Stanley 可能是在顧著頭 有Stanley的功力 那一刻我真的崩潰 我完全 我是很 我不懂得說 我很傷心 我聽到自己哭 很難哭 很震撼 難以接受 然後我發覺怎麼辦 剛剛才宣佈完 我直接說 是否講笑 正是怎樣 然後那天 我參加第一次 我發覺很快 因為我進了一個 差不多Depression的狀態 我成本是借了 我那天是這樣哭 然後我就叫一個最好的朋友 請跟他聊 他一筆成聲 我自己都嚇倒了 我是動師 我搞情緒管理 為何我是這樣呢 我完全無法控制自己 我怕 是這樣說 又哭 又哭 又哭為何是這樣呢 我還沒見過自己 我很討厭自己 我很討厭自己 為何我這樣不行呢 然後突然起色又哭 那我開始靜一靜 我才發覺 原來我很介意我的現象 我很介意我的ego 我很介意我的自尊 我很介意你怎樣看我 我發覺很羽翁 我發覺很勉 很慕 我出來說我要做Leader 還嫌疑做Leader 我發覺我是一個很差的Leader 我選錯了人 我做錯了決定 我立刻跟他講 要向大家道歉等等 我完全過不了自己的關 過不了自己的現象 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覺得要做導師 第一個要處理的 是處理自己的意義 不是去鋪行的 是處理自己 問問自己 我有多介意其他人的目光 我有多介意自己遇到錯敗 因為做導師 我們會不斷遇到錯敗 遇到錯敗是導師的常態 如果我根本沒有足夠的心理準備 去面對錯敗 不要做導師 給自己慢慢慢慢 儲足彈藥 更多更多的磨練 我有多能夠面對錯敗 我做導師 就有多能夠幫到更多的人 或者跨越到 在導師裏面所有的風浪 因為這個是必然的事 同時 我想做導師 我們很需要重視我們的私生活 因為我們導師在台上 角色的原本 我們需要說一些很厲害的說話 我們需要說一些話大愛 需要說多厲害的標團隊 為香港社會服務 貢獻給身心靈 我們說很多高大空的說話 同時 作為一個人 在私人的心目裏面 我是一個怎樣的人 作為導師 我需要非常重視 我是否表露原因 Integrity 甚麼是Integrity 誠信 我聽到最好的定義 就是 Even nobody knows God knows 就是我講的 我想的 和我做的 是一致 因為做導師 我會覺得一個成功的導師 是能夠寄出一些很好的訊息 同時一個真正成功的導師 不僅是寄出一些很好的訊息 我們成為那個訊息 Be the change 甘地的名句 讓我成為我想改變的 而不是我只是說一些 我自己都無法活躍 正正在當時 我講一些高大空的說話 但是和我合作 這個董事局的主席 他完全受不了 然後他退休了 他退休了 我倒閉了 因為我看到 我欺騙我自己 我活在一個很虛弱的環角當中 所以我很感激這個挫敗 令我開始真正去造成 Integrity 我開始去面對我自己 是一個怎樣的人 這是第一個想跟大家分享 第二個想跟大家分享的經歷 就是 同樣是 我不是十年前 是剛開始的時候 我嘗試去標的團隊 結果當然是一鑊足 其中有很多很多挫敗 其中有一次是最慘痛的 其中一個經歷 就是有一天 有兩個都是非常熱心 非常核心的義工 義工A打電話給我 投訴義工B 哭了 跟我說他怎樣怎樣怎樣 怎樣自私 怎樣鼓華 怎樣怎樣怎樣 不斷罵 我當時聽之後 你放心我會支持你 我會感謝你 我會關心你 我會挑戰 我會處理你 你放心 我會重視團隊 我願意付出 我有承諾 我有誠相 多厲害啊 於是收完線之後 我馬上給自己靜一靜 我就打電話給義工B 義工B我很關心你 同時點點點 點點點 我很想支持義工B 又成長又突破 結果是災難 很快 我談完跟義工B 談完電話之後 我不用一天 第二天我已經收到其他人 義工B跟很多其他人說 華山批判他 華山講一套做一套 平時講外 完全不信任他 根本看不起他 逼他改變 然後信了那些什麼 老婆去罵他等等 他覺得很受傷害 很受挫敗 義工B跟身上很多人說話 然後身邊有些人 我感覺到 開始關心我 然後義工A的反應更大 義工A跟我說 華山 我跟你說一下 你幹嘛跟義工B說 還有你幹嘛說是我說 我什麼時候跟你說過 我願意開名的 你不是說confidentiality的嗎 你不是保密的嗎 為什麼我跟你說過 你不保密啊 為什麼你這麼假 還有你扭曲了我講過的話 我都不是這個意思 你幹嘛變成這樣 我現在全世界唱衰我 你知不知啊 我當時收完這兩個電話之後 我真的想一次 Good morning 呆了 謝了 我發覺很嚴重 我發覺我完全不懂得聽到 我看回頭 為什麼我會搞到一幕族呢 其實首先又是我的big fat ego 又是我的me me me 我很想他搞定你 我很想扮大哥 扮勁 你有問題 我幫你搞定 有什麼問題 我搞定你 完全是我做 我完全是因為我的低自尊 低自的形象 低自的價值 所以投射出來要扮大哥 扮勁 有什麼問題 我要幫你擺平 結果當然也在這裏做 而那次令我非常傷心 非常難過 其實很深刻 因為兩個人當時 是非常熱心的異國 而結局是搞得很差 我也處理得很差 而兩個人都很憤怒地 離開了自有性 到今天都沒有反過來 所以現在我好像當笑話這樣說 但其實我講起都難過 講起都羞恥 講起都內疚 對這兩個朋友 都有一份的陶寂在裡面 因為我自己不成熟 因為我自己不懂得處理 我真的傷害了這兩個人 所以我作為leader 作為領袖 作為導師 我們要很小心處理 我學到的就是 生命就是關係 關係就是修行 修行就是修理 處理自己的白痕 處理自己的不是 修行就是修心 所以我作為導師 我首先要重視的 不是我要講些什麼 我的工具多厲害 那些東西怎麼幫到你 怎麼拯救這個世界 我首先要處理到 我自己和人的關係 如果我自己和人的關係 都不可以 sorry it doesn't work 這個是行不通 我也都遇過一些 新生命的導師 在台上講一些很厲害的事 在私人上 一開口就去罵人 一開口就去充滿故意 這個是絕對行不通 就是integrity 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經常講 導師成敗 表面上是看enrollment 表面上是有幾多人 要給錢參加我們的課程 表面上 導師 所以挫敗 可能就需要在enrollment 沒有人上課 沒有人給錢再上課 其實enrollment 特別是新生命的學業 我個人覺得 關鍵是口碑 不在於你做多少宣傳 是在於一般人 上完這個課程之後 他的深的感受 他的領悟 他收到什麼 而口碑最重要 就是剛才所說 我覺得就是那個信任 我們有幾trustworthy 那個學員有幾願意再信任你這個人 願意再跟你的這個人 不在於我講些什麼 而是他願意信我這個人 整個東西就不同了 所以 這個都是我學到一個 很深刻很難忘的一個功課 就是 不要只是把焦點放在我 去講一些很厲害的說話 Not what I said but the way I express it 我用什麼態度去表達我的being because we are human being we are not human doing 更加重視是個being 不是個doing 那這個是我學到的第二個 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課 特別在團隊裏面 我自己這十年都是傷痕累累 就是頭崩壓裂 撞了不少不少不少的板 其中有兩個我自己 很深刻的課程 第一就是在團隊裏面 先處理情 後處理事 因為在團隊裏面 很多事情發生 很多事非發生 這個投訴這個 這個不喜歡哪個 這個能吃得到 這個搞到一窩粥 這個搞不定等等等等 同時其實如果 我作為一個傳統的男性 很多時候我把焦點放在事情那裏 結果很多人感受受傷害 很多人感受得不到尊重 得不到重視 結果是一窩粥 相反同樣的事情 我現在用這幾年用了很不同的方式處理 現在依然經常有人走過來跟我說 他不喜歡有誰 異工A繼續投訴異工B 同時我今天的態度 今天的方式是完全不同 第一 我一定不會和另一個人隨便去處理 第二 一定不會開名 講任何人的名 第三 百分之九十幾%的經驗 當異工A投訴異工B 我根本不用處理那件事 只要我異工A收到他是被尊重 他是被關懷 他是被重視 那件事很多時候 根本不需要處理 因為當異工A向我投訴的時候 表面上是講那件事 其實只是跟我說 一個愛的呼求 愛的呼喊 他只是講他受傷害 他不被尊重 他不被重視 他得不到他應得的尊重 所以只要在那一刻 我異工他收到 我是支持你 我是關心你 我是重視你 我會支持你 他已經平革了 他講的那件事 可能已經消失了 不需要處理 只要我放下 我的Big Fat Ego 其實一切好辦 這個是我學懂的其中 很重要 在團隊裏面的功課 另一個很重要 就是知人善任 頭幾年 因為我自己很強 因為我的頭蛇 我經常想找一些很厲害的人 做義工 因為我覺得自己很厲害 我有想自己很厲害 所以我頭蛇出去 見到我覺得你很厲害 我就很欣賞你 我就很想捉住你 想自己做勁一點 完全都是自己恐懼的 然後一些很厲害的人 通常會出現的問題 就是Ego比較大 情緒比較急激 就是轉數比較快 judgment很強 難相處 所以我試過幾次很慘烈的經驗 找到幾個很厲害的人 坐在一起 第一次吵架 跟著一吵架之後 收幾個投訴電話 是完全無法處理的 幾個世界級的人 在同一個團隊 以前的團隊很差很差 能量差到不堪的團隊 只是在那裡吵架 說是非 所以後來我開始 因為太慘痛 太慘烈 衰得夠多 我開始再找義工的時候 第一位肯定不再看你有多厲害 但是我真的覺得那樣 不是真的那麼厲害 第一位一定是 Integrity Are you trust the worthy 你是一個值得信用的 這個外界一定放在第一位 第二位就是你的 你的情緒管理 你的人際關係 如果你一開口就會 講是非 講人為話 你有多厲害 我一定不會找人 我唯一找你 就是你的工作 是不會跟任何人相處 要不然結果 不斷收拾冷攤子 代價很大 起初我自己有一個很扭曲的觀念 很貪小便宜 經常覺得 義工好啊 省錢啊 好像很厲害 我現在覺得免費的東西 是最昂貴的 千萬不要貪小便宜 要賺錢 真的要賺錢 特別早期 我起初也是因為 那些很想被熟買的原因 所以有人說 華山你很厲害啊 華山很感激你啊 我來幫你 有什麼東西 你要我出聲 你出聲 我一定幫你 我起初很感動 他很愛你 我很多謝你 我們一起成為貢獻給香港 結果是災難的 由現在開始 不是由現在開始 但是由五年前 但是由五年前開始 所有任何人 現在沒有人敢跟我講話 因為大家知道我怎麼發現 大概是五年前開始 之後任何義工走過去 跟我講類似的話 華山很感謝你 我來幫你 我一定是那個回應 stand up 回應是什麼呢 首先很感謝你幫我 同時如果真的想來幫我 你就不會了 你想想他來幫你自己 為你生命找到你的價值 甚至找到給你生命的這麼大的價值 我們每個人都需要學習 透過服務去找到自己的價值 透過關係去找到自己的價值 透過關係去找到自己的價值 不能夠單打獨特 不能夠同家出團 所以你來這裡 固然我很感激你 這些必須要你 同時我更加渴望你看到 是你需要這些 是你需要這個服務的機會 如果這樣才能夠洗水長 如果你想想來幫我 下次我賺了別人 我沒有賺你 你就受傷害了 下次我找別人不找你 你就覺得被我出賣了 結果大家都會很受傷害 因為我當然試過很多劑 很多打獨特 真的要賺錢 不要太便宜 我這個測試就死得很差 所以這是另一個我自己學懂的功課 關係就是修行 重視每一段關係 不要小看每一個關係 重視每一個生活的細節 每一個生活的小節 這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我自己給自己很高的要求 我很希望自己能夠有一個持續的穩定 給自己Be the change 每天是最好的狀態 講一個小小話 我當時唯一改善自己的中文 我覺得自己的中文不好 我拿一本四字的詞點 我可能是十幾下 逐一逐一這樣讀 每天這樣讀 每天這樣讀 每天這樣看 又懂得解釋那些四字詞 所以現在給我寫 全部都是四字詞 就沒有東西了 除了四字詞 我還不懂得死 搞笑 Anyway 就是發揮自己的強項 然後狠下苦工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強項 天生我才必有用 你可能是畫畫 你可能是唱歌 你可能是文字 你可能是說話 你可能是溝通 你可能是創作 你可能是創作 即是發揮自己的強項 然後真的要狠下苦工 然後給自己非常非常 consistent 這個 consistency 這個一致性 這個穩定性 非常重要 譬如我自己 我自己是 這幾年很善用Facebook 由Facebook開始 是大約六年前 我開始感受到 Facebook的威力是很大 而最關鍵 因為我沒有錢 簽證 我得以省錢 我不用錢了 然後我發覺 我馬上很快 我抓到 我看到Facebook的威力 我馬上給自己一個 我跟自己 我每天 最少分享一個有質素的帖 什麼有質素 我用心去寫 我不會寫廢話 還有我給自己一個 我一定要對其他有價值 有貢獻 我不是自己 我今天吃了什麼湯 多好吃 多喝 好開心 好正 那關於這個世界是什麼事 我希望我每個Message 其他人看到 我能夠給你一點點價值 為你的生命創造 It is value Add the value 那我覺得 我可不可以持續創造到 我覺得這個就是我Branding 這種就是我的品牌 這個就是我的 我一直一直去做這件事 然後整個團隊都學習 Focus out 而不只是me me me 學習團 入行加和 由me去到we 由我去到我們 我們一起贏 一起幸福快樂 然後讓自己出現 比我沒有出現 令到身邊的世界好一點 所以我自己很感恩 就是我由幾年前開始在Facebook 一路一路這樣做 我每天 我發覺那個過程其實改變了我 表面上我去江人 表面上是貢獻給這個世界 同時那個是拿一個極好的修行 有時候我起身不開心 遇到一些挫敗 很借的時候 我提醒自己 這個是我的承諾 我每天在Facebook 至少發一個有價值的帖 就算那個陌生人看到 他會得到一點點心靈上 感覺上都好 一點點支持 當我沒有東西這樣做的時候 發覺這個過程反而是幫我自己 進入一個比較穩定的狀態 起初我只是假裝慈悲 假裝關心 假裝好人 假裝大愛去講 但是Fake it to make it 以假修真 當我很用心 我帶著一個intention 我知道我的目的地是什麼 我知道當我持續這樣做的時候 這個假裝棄假成真 我逐漸進入了狀態 然後我逐漸發覺 我憤怒的能力低了很多 我妒忌的能力低了很多 起初只是假裝的 但是我明白假裝的目的是什麼 正如小朋友拿筷子 起初只是假裝的 他用手拿是最舒服的 但是假裝一下 他用拿筷子 給他用手拿舒服了很多 健康了很多 所以我自己覺得很重要 作為一個導師 我們自己要給自己 有最好的discipline 而最高的discipline 最有價值的discipline 就是self-discipline 不是其他人去給一個規矩 我自己給一個規矩給自己 我自己給一個目標給自己 然後我自己很嚴格去跟我自己 給我這個規矩 因為我明白這個規矩 但外面 是因紀律得自由 一個有紀律的人 才會有真正的自由 一個沒有紀律的人 每天就有支花食食 發禮過去 今天就很high 今天就明天就借光了 收到電話就很激情很愛你 另一個電話就很討厭你 很討厭你 人都瘋了 psychotic精神病 所以我們需要有discipline 需要有紀律 讓我成為一個更正的自己 讓我能夠真正發揮更好的自己 第三個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例子 就是新生命平台 很感恩 新生命在三年前創辦 很多朋友的前輩一起幫忙 做到很多很漂亮的成果 同時其實面對的衝擊挫敗也不少 其中一個對我來說 很難忘的一個體驗 是大約年多前 有一次在一個很大的群組裏 那裏有好幾十人 有好大部份都是新生命的導師 有一次的朋友 其中一個人 我進入這個群組 我已經進入這個群組 然後我看著這個群組 我都不想再 於是我退休了 我退休了之後 群組的負責人 立刻在群組裏公開地罵 周華先生是垃圾 周華先生自誕 假扮東西 虛偽討假 因為第二天 有另一個朋友 就發了這個訊息給我 我昨天看到這個訊息 走之後 其中一位叫人 就發了這個訊息 我看到的時候非常震撼 震驚 然後給自己靜一靜 我問自己 我是不是有很自帶的部份 of course 我是不是有好扮演的部份 of course 我是不是有好扮演的部份 of course 我是不是有好扮演的部份 我是不是有好扮演的部份 當然有 come on 所以我自己覺得 作為一個新失靈導師 我們真的需要很多的feedback 需要很多的提醒 需要很多的錯誤 這個是生命的常態 讓我們看到真實的自己 所以我自己會講 我今天講這三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 我講 第一個錯誤 我正在處理的是我自己的ego 第二個處理的是人際關係 第三個在處理的就是 作為新失靈導師 作為新失靈平台 我講的很渴望這個世界有影響 很渴望貢獻物 僅給一個大的世界 我想講的是 我覺的所有關係 只有三種 第一種關係 就是與世界的關係 第二種關係 就是與人的關係 人際關係 而第三種是最重要的關係 就是自己 與自己的關係 中國人講的 都分齊家自覺 平天下 也是實際上所講的 唯獨我們有 peace within 然後才有 peace between 最後才能有 peace among 沒有inner peace 不會有 out of peace 所以我覺得 作為新失靈導師 因為我們在角色上 我們經常都會 渴望去改變這個世界 去貢獻給這個世界 等等等等 首先我們要處理 要改變 要貢獻的就是 自己 如果我們搞不定自己 一切都是 自己欺騙自己 所以很開心的機會 和大家分享 我自己覺得 如果我們能夠 帶著這個修行的心 去做導師 導師是一個很好的道場 讓我們去看自己 因為在舞台上 所有 在港台上 所有東西被放大 而且一定會聽到 很多人對我們的歌詞 很多是非 很多行言行語 這就是一個最好的測試 最好的磨練 讓我們處理真實的自己 那麼 學問對大家有價值 Thank you